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自己这次考虑这么好 有没有什么学习的经验或者这种方式 方式可以增加给其他的人 别人都说我是玩出来的状元 所以说我的经验当然就是劳逸结合 就是学习至于一定要有适当的时间用来玩 就专门用来玩 调节自己的心情和心态 我听说你很喜欢玩游戏 那你怎么样去分配这个游戏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 因为我个人效率比较高 所以说就是学习的时候就专心去学 所以一下把就迅速把自己的事情 手头的事情做完 然后这样就有一定时间空虑出来 而这段时间就全心全意用来玩 那你打什么游戏来 然后现在最 现在玩的最多游戏是DOTA吧 大家都在玩 所以说自己也玩一玩 你在游戏当中有没有重状 也就是说玩得特别厉害的 当然有时候亮一把呀 不过自己一般打的是辅助 然后就是帮助队友打出自己的辉煌 因为我高三一年的没有玩 高三一年是看别人玩的视频 自己去学习 然后就是分数比较低吧 希望求各种大神带一带 那游戏当中有没有什么经验 它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向你增进大家的友谊 可以让大家结合更紧密一些 那平时你在家里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对你学习上 或者是生活上有哪些照顾和帮助 初中的时候他们还比较照顾我的学习 然后之后我表示我要独立 然后到高中他们就没有怎么过问我的学习了 然后生活上的话当然大鱼大肉 然后做各种好吃的 然后再的话就是平时心里有一些什么不舒服的结巴呀 之后就是找他们沟通一下 然后这样心里就比较舒服 比如说学习是靠自己 然后爸爸妈妈是精神上和生活上支持你 那现在就是说考的又这么好 现在已经我们的填好志愿 或者是想读什么学校专业呢 刚刚我填报的志愿填的是清华大学 然后志愿的话 第一志愿目前定的是经济金融 然后二志愿是电子信息工程 去了北京去了更远的地方 有没有想过要跟爸爸妈妈说些什么 其实这时候还感觉蛮伤感的 因为之前虽然是注读 但是一个星期还可以见一次 最后不许叫我半年或者几个月才能见一次 爸妈妈真的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培养 就是一直以来用爱来交注 比较交注着我的心里 他这个在学校的表现是比较优秀的 因为他实际上是从高一之后转到我们班上来的 然后当时实际上刚开始几个月的话 你基本上连课都听不懂 然后他但是他的志愿学习的能力非常好 把这个所有学会这种笔记啊 都从读书借过来 然后自己张员 然后慢慢跟上来了 到了高三的话 基本上就基本都在搬到前十名吧 越到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稳定在前五名了 但是也没有考过第一 这一次的话应该来说是发挥的比较理想 实际上跟他在一起的也有一个小团队 就是说他心态比较好 因为今天这个适量的难度比较大 然后他考的心理数字要点高 而他对这方面的话正好是他的一个优势 他跟同学的关系的话实际上也推得 他是因为我们班的剧度是比较多 他就喜欢剧度 他本身他自己要求剧度的 跟学校跟学生的男生女生都关系非常好 然后这个上课这一块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典型的这种外校的学生的风格 就是说上课的话基本上就是 注意力非常集中 然后就下课的话就是 参加这种课外的活动啊 这种非常多 应该来说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 一个换学方面的一个专家 或者是人才吧 这是我我个人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2013年武汉高考装业黄一星 我现在先非常感谢新浪湖北 对我的进行一些专访 然后更要感谢各路网友 对我的大力支持 然后我昨天刚刚开通微博 名字叫追梦的大魔导 希望大家关注我 谢谢